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的一盘棋是 第十届中国围棋龙兴战决赛的一盘棋 这盘棋的两个对手 应该说是 似乎不太有名 但是实际上来说 他们俩的等级分非常的高 一个是等级分第四的姜伟杰 一个是等级分第九的许家阳 他们两个人其实年龄稍微有些差距 一个是91年的 一个是99年的 所以两个人的对战的成绩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今天我们请来的解说的嘉宾 依然是王磊老师 王磊好 小花老师 其友大家好 对那这期那是已经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去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下面请两位去拆先 拆先 年长的姜维姐抓紫 好像是拆对了 这也是三番棋的第一局 其实来说我们那个裁判战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我们的刘金八段 也是我的师兄 显然是年龄比你大一点 这是开赛前的画面 显然许家阳要评合一下心态 许家阳最近的这个势头也很猛 本来他的等级分是在实名开外 突然之间就连战连胜 现在最新的已经排名到第九了 他们那批九九后的那批好像现在的等级分都攀越的非常的快 是 有这个换代的迹象 这个说到换代 但是我们那个你看那个姜维姐 自从12年拿了世界冠军以后 也进入了一些杯赛的那个决赛 但是好像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拿过别的国内和国际的冠军 是 所以他前不久这个拿了龙 这个在龙兴战的表现 估计是他很希望 应该是信心满满吧 希望能够有什么突破 能够获得这个一个冠军 但是我觉得91年的那个 而且因为他是从那个 因为我们龙兴战是七级赛 这一手期还没有下 预计他会下二连星 因为现在是这个最流行的一个布局 是 而且姜维姐好像也比较喜欢下二连星 姜维姐一般来说力量比较大嘛 是吧 这个估计我现在看的棋好像每盘棋都是 反正是没有三三好像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棋手 那就是下一手点三三的可能性是很大了 对 是点这个呢 还是点这个呢 学念就是点哪个三三 许家阳的棋风呢 也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所以说他对于这种三三应该是不会放过的 点的小木的这个三三 这个经常有爱好者会问 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这三三到底是往这边挡 还是往这边挡 其实我也很困惑 然后也对他进行了一些研究 后来我发现 其实党哪边都关系不大 都差不多 你比方说我们要用AI的升率来做分析的话 这两个的升率的出入是极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 首先来说你老正在说AI 就是说你对AI其实是来说相对这些升率 因为我看平时对理啊什么的 因为你这方面比较管的比较多嘛 可能比较了解 但是另外一个你其实说的第二点 就是说党哪边都可以 实际上来说可能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决定你党哪边 是决定你未来怎么下的问题 对小豪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 这个我也是做了一些研究 为什么后来说党哪边都可以呢 就是你无论党哪边 你都可以随时根据情况 再把另外一边给抢回来 你比方说吧这个定式啊 现在这个是姜伟杰选择的非 现在更多的是长 你比方说或者是非也可以啊 假设要下成这个定式 你就说像是将来一个 AI那个这种班了 然后转到那边去的方向 白旗现在选择了党这边 看似要发展这边 假设随着奇迹的变化 上边变大的时候 那白旗可以通过这个手法 再转到上边去 这样一般你一挡 这个又下的一个定式 然后他打吃这个一挡 你打吃这个 然后白旗这样一搂包之后 看白旗这个又可以转到上面去了 白旗又可以转 所以说这个党哪边 其实关系不大 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来选择 也就是说围旗其实来说 由于旗盘很大 它很多地方它是很活的 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对 它随时都有转换的空间 但是刚才这个 我现在已经看到实战了 实战挺有意思的 因为最近我记得 最早的时候是拖这个的 后来现在的实战 都是顶完了班的 好像它在不同的变化之中 是的 然后现在走这个的时候 白旗这个是退一个 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旗这个是不敢搬的 对吧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双方是在斗智斗勇 因为这个地方呢 白旗飞一个是白旗先出手 白旗只要敢飞呢 从他的这个逻辑上呢 他就是说 不怕你拖的 就是说也简单的说是我要搬下来 你只要敢拖我是要搬下来 这是白旗最强的下方 但是呢 他一旦敢飞了之后 如果黑旗不怕你 我就拖的时候 那他就得行思行思了 你是不是研究比我更深 这种时候呢 他可能又不太敢了 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种成分 就是说这两个毕竟是许佳 更年轻一点 他可能平时在训练时啊 各方面可能更深入一点 作为一个 因为这是快旗嘛 老同志 然后这个前面你说的是斗志斗勇 因为是三番旗 对吧 要一个番旗的斗志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旗的斗志 两个斗志加在一块 他一看算了 对他还是想着 可能因为江文杰毕竟 现在在这个秦淮大学读书 所以他平时可能没有太 没有许佳阳那么多时间来研究 所以他一看许佳阳敢拖 他就算了 还是退一个吧 比较稳 这也是一种这个常见的下方吧 我再问一下 这旗退 这旗要不要顶掉 还是黑旗要不要顶掉 结果你看这两个人 他现在也是可以顶的 他也是可以顶的 为什么两个人都不顶 这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在AI时代啊 这个旗的自由度 已经是很大提升了 就是简单来说吧 就像党哪边都可以一样 这个地方也是啊 黑旗想顶就黑顶 白旗想顶就白顶 这两个各有利弊 就是各有好坏吧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 和喜好来选择 你说AI给我们带了一种 更广阔的一个思维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看 从我们老一辈的棋手来说 这挺无聊的 你看又是一个三三 这不是局限了吗 这我可能是想的 他看着 哎呦这徐家阳这么喜欢三三 是不是 那我这要不点一个三三 是不是也会吃亏呢 这也是 也是一种这个 争风相对的意思吧 这个大飞肯定是要走的 这被挂一下不舒服是吧 哎对现在这个手脚呢是大飞 哎和这个 对对小飞已经好像 高跳 对对对对对 这三种比较少 传统的这个现在是很少 是 因为这个显得是 慢 步调比较慢 嗯 他现在是放在这儿的 又来又来了 那这个有意思啊 白旗飞完 黑旗飞 现在到底白旗是顶 还是奥路托 哎这个是一个悬念 就是看看你敢不敢托 嗯 因为一般来讲 敢飞的人都是不怕托的 嗯 因为呃 如果你要不敢托 当然顶也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我专门问过一些队员 所有的队员都是这样 我爬的时候先看你 如果你要敢飞的话 我就不托了 我就顶了 嗯 就看你先看你敢不敢托 我觉得以江伟杰的个性的话 他呃一个是他的个性可能会托 第二个他这地方 既然他认为这个呃 班可能不太合适 那他也会托 从逻辑上来说 至少现在江伟杰还在考虑 那是啊 这个对于他来说还是很重 开头第一盘嘛 很重要 嗯 对这个比赛是采用的是30秒一步 嗯 十次一分钟延时 嗯 从这个落子速度来看 是不是江伟杰用了一次 用了一次 嗯 对对对 他可能在想 我究竟是托不托呢 对啊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 的关口 虽然看上去是风平浪静 但是这个东西 内心里肯定是 那个汹涌澎湃 那个东西 因为马上如果一托 说不定就去引起个激战了 嗯 这很难说的情况 请你猜一猜 嗯 你看看他会不会托呢 我觉得他会托 如果我 我不会托 哦 这个我也是 如果说别人敢飞的话 我也不太敢托 哇 真的是 啊 被被您说中了 他还是来选择来托了 嗯 其实江伟杰你看 他就会因为等级分第四嘛 嗯 从这角度来说 他应该是最近的 因为等级分是表示了近期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他最近的状态应该是很好的 对 要不然达不到这么高的排位 对 所以说如果从近期状态很好的角度来说 他对近期的那个任何的变化 他应该是不能说了落之长 也至少是非常清楚的 哦 我刚才就在想了 如果姜维杰拖了那难题 皮球又踢给这个许家阳了 许家阳敢不敢扳呢 许家阳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他是敢扳的 嗯 这个可能是他觉得他一退 他失落 这东西 我觉得翻期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一种心理战 嗯 所以经常翻期的时候会出现第二盘 什么第三盘有相同的地方 是的 就是说 谁改变 谁也不服气 似乎是好像就是谁失落一样 这个白旗基本上是要顶 这个 这个我虽然看了朋友 然后飞旗肯定是要长了 对 我就知道最早的时候 好像那个 违甲的时候出现过那个米斯飞刀 嗯 说到这个米斯飞刀呢 这也是一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误传 因为最早不是说米斯廷下出来 是 只不过他在那盘旗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大家就说是米斯飞刀了 嗯 这个旗如果长 啊 他 这长是必须要长的 因为你要挡的话 这个被人家吃掉 那是我否定嘛 等于说你顶了这扳的时候 你本来是不连扳的 嗯 既然长了呢 白旗也一定会冲的 嗯 这个定势呢 其实接下来有很多分支的变化 嗯 这也是为什么说飞的时候 白旗敢不敢拖啊 黑旗敢不敢拖 双方都要这个 要要犹豫一下的 要慎重了 因为这后边的后续变化是非常复杂的 嗯 可以说到现在呢 也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这个定论 定论 也暂时没有 因为它还和外边的配置上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说这个大家看见这个变化特别头疼啊 也不想花工夫研究 那么我们建议啊 就是点三顿的时候你就别飞了 你就尝一个 作为黑起来说别飞了 作为白起来说别拖了 对 想好了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就是如果说别人真给你飞 哎呀 你就算了 就顶了这般吧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是 接下来这个变化就真是啊 只有这个职业高手才才敢这么下的 这个嗯 这个冲了至于没挡 他们肯定都是把后边的变化 至少是稍微的想一下 嗯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两个人可能对于后续的变化 也没有说已经熟悉到 可以这个一秒钟就往下走的这个地步 嗯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 它没有一个定论 其实来说我们看了各种比赛 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的出现 然后这又是一盘快气 这快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呀 像这么复杂的变化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崩溃 嗯 接下来白气呢 有断这个和断这个的两种下方 现在呢 普遍是流行断下面 嗯 最一开始的时候可是都是断上面 哦 你这个是不是以前最早的是 不想斑瞻 最早是断这个斑瞻 但是现在呢 这个都改成断这个了 因为我真是被你提醒 我觉得现在好像在我的心不知头 都是断在这儿 嗯 是 然后接下来 黑气应该会选择小街 然后白气呢 最新的变化 应该是会长这个的 嗯 这个对于我不怎么太摸齐的 我也知道这个长了斑的虎 我是知道的 后面的土就不太清楚了 是的 是的 嗯 嗯 有一阵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就长的时候 因为黑气对于后边这个变化 觉得没有把握啊 他会他也有其他的 也有也有出现过这种变化 哦 这个气的 这样你要立一个 嗯 然后我再飞一下 然后这样跨 然后他就脱线了啊 哦 这个变化其实按照我们的感觉 总是白气比较舒服啊 白气把这又吃了 你知道你这边还不好封 嗯 嗯 但是在AI的判断里面呢 他也认为 嗯 也是大致差不多 黑气也可以下 嗯 我以为你想说 对于你来说 你也觉得差不多 我境界有点高 没有没有 我喜欢下白气 我也觉得好像白的比较舒服 对对 是 经常有爱好者 就是这个图的各种变化 之后爱好者问我 哎 到底谁好 我说我告诉你 AI说谁好 但是我自己也并不太认可 就是我 我没有体会到这个东西 很难体会 对 因为我们要都能 准确的理解AI的想法 那可能我们的视频也就 和AI差不多了 是 因为现在AI的这个 很多的手段啊 我们还不是特别理解 啊 果然是 就是 嗯 小话老说的这个压 这个变化 然后搬 这个搬是必须的 哎 这因为有真子的关系 嗯 搬是 是我想啊 嗯 它非得搬下来的地方 可能会选择这个啊 如果你要说碰到一个 呃 你最一般的变化 你不太了解 你也有粘的 啊 这不是说这个定式被淘汰了吗 嗯 但是最近又有点 又复古了 复出了 这个我印象之中 这就像这个 流行风向一样 这个一阵一阵的 这现在也有这样的下方 然后白旗 黑旗在打这个 然后你长 它就压了再飞过来 扩张 对啊 这个是比较简明的 这是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AI是这个定型 是这么定型 是的 是的啊 如果大家不愿意 费心思这个 研究后面的变化 也可以这样选择 嗯 但是啊 这个 许家阳呢 这个好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对啊 年轻人就是 白旗应该是虎一个 白旗应该要虎一个 虎一个跟街鱼的好处呢 就是对这三个 跑出来 压力不一样 你要街的话 以后黑旗虎完这一跳 你对它的压力不够 所以它要虎这个 虎的话呢 黑旗也会虎这个 这都是这个 现在流行的 已经基本定式化 对对对 然后白旗奥地街 别在奥路一般 这也是必然的 嗯 两个人一开始就 就整这么复杂的 这个变化 我觉得也说明啊 这两个人 可能在这个围棋上 这下的功夫还是蛮深的 那一般是偷懒的人 就是就像咱们前说的啊 你要非他就顶一个算了 因为这个变化 要把后边的都研究清楚啊 那没有数十个小时 估计也不容易这个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个 事物都两方面 比如说作为白旗来说 他是因为有了这边的变化 他就觉得我这个 气势上不能输 黑旗也认为气势上不能输 但是如果你当然是说 心虚的人可能顶一个 还有一种 觉得我自己挺自信的 我也顶一个 这东西两面形有 是的 是的 他对于后半盘有自信 是 他也可以选择一个 反正我都不敢 要我一下 我肯定是顶一个 我也不敢拖 我也不敢飞 我肯定顶一个 我既有自信也有心虚 就像我跟那日本小女孩想 我想这个拖 如果走一个复杂的 我肯定是不敢 哦 日本的那个 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对 那太可爱了 就是啊 这个 她的棋看着是不错 但是我还没有跟她下过 听说您跟她下过一盘 对 我上次正好 她那比赛来 世界比赛来中国 跟她下了一盘 嗯 这小女孩非常是可爱 嗯 我觉得有那个 日本的那个 敷衍爱的那个基因 哦 就是长 您是指她的棋可爱呢 还是长得可爱呢 都挺可爱 嗯 对 我 棋还不知道 但是人是见到了啊 确实是非常可爱 嗯 起码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过程 毕竟她才十岁 对 十岁 想当年我十岁刚刚会下围棋 那我十岁好像还没学围棋 我是七三年学的围棋 十一岁了快 是啊 这个她现在这个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具有如此的实力了啊 已经成为职业棋手了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都是已经定式化的下方 嗯 接住 接住 接下来呢 呃 黑棋应该会拖这个 嗯 一般一在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 我知道后面我就搞不清 这脚里边未来是打结 还是怎么回事 好像以前我见的比较多都是这个 哎 这是一个分支 黑棋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下一手有虎跟断的 有一个两个选择变化 嗯 嗯 这个怎么说呢 嗯 这个是不是总要搬呢 对 这个是总要搬的 然后这虎一个 嗯 这个虎一个和断一个是有两个分支 虎一个你是不是只有点进去 嗯 虎一个 白棋 黑棋也有虎的 这个接下来都是有选择 哦 虎一个这也可以理解 虎一个的话就是说 你不走我闭住 你让你收起 嗯 要弃子 哎 这里黑棋是可以选择弃子的 是是是 啊 实战现在进行到这儿 拖 嗯 那接下来 如果他们不下出这种新手的话呢 定式化的下方就是搬这个 这个 但是这棋搬完之后啊 刚才你受你启发 你说这棋可以先虎一个 虎一个先虎一个 然后他再走一个 他基本上要走 不过吃起来比较累 嗯 因为以哀哀的这种思维的话 这种去吃可能有点呢 嗯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嗯 我觉得这棋不太像姜伟杰的棋 姜伟杰的棋是比较 他都不叫那个网名叫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狂人啊 啊 嗜血狂人 嗜血狂人 所以我觉得这棋肯定有点 让它引起这种能够激起 我明白了 就是你认为这个姜伟杰不会下的这个虎 对 那不下虎呢 他就应该会断 这断完是什么结果 断这其实就是一个谁弃子的问题啊 如果说白棋虎 嗯 那就可能会形成这个 呃黑棋弃子 嗯 如果说白棋断 哎 我不太理解啊 那就会变成白棋弃子 您说这样的话 你说这样的棋弃子了 这死了啊 如果说你要拆这个二的话 嗯 他自然是不死了 如果你要这个不拆 你直接来杀他就死了 这个选择权是是再白了 那我觉得这样棋弃子 可能跟你最最早摆的那个图 黑棋挂过去 可能黑棋也马马虎虎能下 嗯 我至少理解了一下 这个的这个字是比较好的 嗯 这个字啊 他选择的是断 那么他这个既然选择了断呢 他就是会选择把白棋这个棋了 这是一个分支变化 因为你如果要你要再退的话 那肯定亏了 人家再虎 你这俩就亏了 你本来是一手虎在这 是 你现在这个因为真子不立嘛 你现在虎好 对 所以说如果白棋断的话 那白黑棋会选择这个定式了 这也是一个定式化的下法 啊 要过 先便宜一下 然后再点 因为这个地方的收器 以后白棋总是这样收器的 嗯 如果说白棋总是这样收器的时候 这一加 肯定便宜了 对对对对 是是是 这是非常细腻的次序啊 加完再点 哦 他就这么像 然后白棋把这个 拔掉 这是现在的这么一个定式吧 啊 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这边是藏一个还是藏一个 嗯 白黑棋现在还没吃掉 如果你要不走 他一立他又活 不是 我这不先手便宜他一下吗 那你当然也可以便宜了 但是现在定式化的下法呢 他是他是会先补占 然后先保留了这个 是长是尖 先保留一下 说不定将来还有这个 哎 对 先保留一下 是 这个变化 我记得啊 最早出现的时候 我们普遍都觉得是白棋好 嗯 因为这一开始抓一个花 觉得这个不是有种说法吗 叫做中府抓花30目吗 这已经有30亩了 这什么意思 而且你这个脑袋不是还有一点点软吗 对对对 都觉得是白的好 嗯 那现在呢 呃 这也是经过很多实战吧 嗯 血以火的考验磨练才磨练出来的 嗯 大家经过很多的实战进行发现 哎呀 黑系也能下 哎 这里面有没有两种啊 第一就是说 他这个的大飞的位置比较好 嗯 这个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小话说的非常对啊 如果说这边都是比方说 这地方换成一个白子 嗯 那这个棋肯定是白的 嗯 就是黑棋这个要选择这个定式 都是一定得注意啊 这边都有黑棋的词 对吧 这个白棋的外室的这个威力限制度 哎 这样才是两分的结果 嗯 就果然是下成这样 然后是办啊 这个这两个人都熟读兵书啊 不是 我还想说 第二个话 我这个有点妄想症 嗯 这个万一我这走完了 你也不见得有病 您的意思是这个还没有活 是吧 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啊 因为这个呃 有前不久 有个在跟女队员摆棋的时候呢 那个周峰瑜他就曾经有过这个问题啊 他就指着像这种棋啊 看着很厚的棋 同时这是厚事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得先给后视下个定义 什么叫后视呢 嗯 已经有两只眼啊 都活得铁铁的 活得静静的 这才能叫后视 像这种没有两只眼 以后就存在的某种 因为他围细是活的嘛 有可能我走得多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活嘛 理论上你至少没活 嗯 对 就像这个白棋 对对 我们老的以前不烂点三三 是因为白棋是后视 现在我们的角度说 我放了一个 你这不见得是后视 所以就有了点三三 对所以这样也赶紧 把这个后视给再加强一下 这个连个片 呼应了这边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好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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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都是熟读兵书啊 就刚才就小华老说的 这是先手便宜 这个局部我记得啊 接下来的 AI的下法是走在这儿的 嗯 就是注重一些这个中腹的出头 嗯 或者不知道这个 徐家阳会不会继续学习啊 这招棋挺好的 这招棋我将来虎过来 对 这个如果说白棋不走 哎 这一虎就变成虎口了 这个可能就真的是要被攻击了 嗯 这是非常这个漂亮的一部棋吧 嗯 有道理 哦 徐家阳 学习了 这个更注重于实地 这好像差一点 因为这地方有个硬土 对 你说刚注重于实地 这没什么实地 对对对对 你就是你愈为自己有可能自己 譬如说人家什么这种地方了 什么这种这种 好像你围起来 在底下上上上 上边被偏一下 下边被 好像这个 比方说这样 嗯 这是先手 我懂你这感觉啊 这样再来两个 嗯 这好像空并不大 是 这样定了 哦 那白棋很舒服 嗯 这好像白棋外围很大 要从这个意义上 这个 嗯 徐家阳这部棋 可能是有点小问题啊 对 因为现在你居然把这个 吃了 从逻辑上来说 你的实控包括这可能是领先 所以你可能要注重这个周围 那个外边那个市的一个请销的问题 因为这部棋在这儿围不到多少空 嗯 嗯 是 下一步呢 那江文就面临选择了 一个是我们在这儿 挺想在这儿走的 这个好像广阔天地啊 也很好 嗯 另外这地方守个脚也很实惠 对 不知道他会选择哪个下方 嗯 要走模样 就是光光光光光光 我觉得以江维杰的个性 不是应该很适合于这种吗 对呀 你看他这也是一个模样 嗯 这边还有外事 嗯 但是他还在考虑 啊 确实有点 这能靠吗 靠完被扳好像没什么气 这个棋的后续手段就是靠的 啊 靠我扳没什么气啊 如果扳的话 他在他在反扳 这就是就是一个梯子 吃了他在反吃完长 就是一个气责 那我退呢 嗯 你要退他就扳一下便宜了 哦 他就是这个 你比方说你要现在 你要靠完之后再扳的话 那肯定不合适 嗯 那这太舒服了 一吃一壶 这肯定扳不着 对对 是的 这个局部的手机要走 哦 姜文杰马上选择就来定型 嗯 嗯 那他就是 是 但是他不先损了吗 他觉得这都是白气控了吗 这个对呀 职业起手不都是 因为他这个扳不会去啊 你要扳的话黑气会先扳 这不可能 所以你怎么只能扳这个 但这个我觉得实地先损了 这个看来咱俩是有共鸣的了 咱俩都不会下这儿啊 要不然是下这个 要不然是这个 要我下我肯定下这儿 嗯 对 看起来是同样是围模样 可能是 这地方应该是白气的这个 这个先给他吃一个 心理有点 因为这个不走的话 黑气也不敢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白气利用这里的结素来 可以把黑气打回去 嗯 这不可能 嗯 这被打回去太可怕了 嗯 但是姜文杰呢 还是选择了这个 这个对于实地上是比较损的啊 这个这个东西是一本道了 对 是 接下来这个只能从这边吃了 嗯 等于吃了残食一本就是黑气到底是好像也要出头不出头 哪天被扑进去飞下来一飞 他担心这里的收气问题 嗯 可能是姜文杰的这个 还是看着这里 黑气好像后手 吃鸡住是否没起 应该没有起 应该没有起 白气只有三起 没起 四起 他还是看中于这个 他觉得这个模样是非常大的 在他眼里 但是黑气的这个实地也不小啊 没这么想 利用一下时间 对 这个肯定是一本 许像阳他平时 他在这个队里面这个训练的时候 就习惯是吧 这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你想咱们的这个训练赛呢 他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结束 其实那训练赛嘛 相当于 这个具有高额比赛的奖金呢 那一般人还认真程度会差一点 他什么奇特都非常的认真 经常都是见到别人都下篮了 他还在那步方步忙的跟人家赌秒啊 在那一招一招下 这可能也是这个 他最近成绩比较好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嗯 是的 每盘棋他都认真对待 嗯 那接下来这白棋也会长 因为你要不长的话 这几手白靠啊 尝完之后黑棋下一手是飞还是跳 这个是一个选择吧 嗯 这不出头确实是被人管下来 这里有收气还是有点难过 我感觉白棋这几手棋满算实力的 飞一个 跳一个是怕什么会冲断吗 如果跳不怕冲断 那应该总是跳好了 如果你要冲断呢 他吃了吃掉有棋吗 比方说啊 嗯 冲断 你要接住 嗯 那他那他肯定是担心这个结的问题了 嗯 哦 这里还可能真有棋 等于说你哭完我怎么接住 比方说我结它要有力的吧 我只在一爬 我只在一爬 你只能团住 你只能团住 这一叫吃 你这个得这个子得要 要不然那边起下不过了 那这里会出结了 那已经出结了 因为会出结了 那很恐怖 是 哦 但是如果说黑棋不接这个呢 那你就直接挡住这个 你比方说我把这里挡住呢 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真是卵头 哦 对 你要这样爬二路呢 我肯定是不怕的 嗯 你要这样吃 我跑你也没有用 你争执也 等于说你要在外围的时候 我这是可以跳出来的 因为你跳的时候 你肯定得走在外边 哦 这个许家阳比较稳的啊 他选择了飞 许家阳的驰是属于 我觉得是属于后发自能型 对 他是属于是你不惹他 他也不惹你呢 嗯嗯嗯 讲道理的 讲道理的 对 那言外之意就是 江维杰是不太讲道理的了 嗯 你看这就不太讲道理啊 这样要飞 江维杰说我骑也挺讲道理的 我只是吓得那个骑风不太讲道理 哦 要不然他也不会起一个 叫嗜血狂人的这个名号 嗯 冲一个 这个肯定是要当作的 哦 那如果这样看 那就等于这样 嗯 如果你跳不能冲断 结果我一压的时候把你 那怎么能等于吗 哦 不能等于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 要从这个角度 那许家阳恐怕应该跳 嗯 因为我们刚才看 你只能说我等于靠一个 然后把你封进去了 哦 你靠一个我肯定会走这个 这个 这没法等于 对 许家阳还是有点 难道冲难道就这样断 这断好像也不太可怕啊 这个白气太厚了 对啊 他断一个最多就是寻找点头绪 也不会是真心想跑 你的意思说我如果断了 你残了我不见得一定残住 说不定我打路 这边有个断点 对 就是其从断助生嘛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是 你要单纯跑出来 这个就自己跑 那是没有意思的 嗯 你要跑就像出门旅行一样 对 有个旅伴才行 对 就自己跑没有前途 目的性不明确 目的性就是把这个空给破了 嗯 我估计许家阳是没后悔的 早知道跳好了 嗯 因为冲完之后 没想到这个 这个很 千维杰正敢 执念的就就觉得这都是我的了 嗯 就把你摁住了 你看这许 那是起难道打路 嗯 那应该是 嗯 要因为这块空不能被白气全部围住 那中间走一个 嗯 这起有点难 是有点难 我们俩说了半天 而且许家阳也用了一次 宝贵的保留时间 总共才十次啊 用一次也是很心痛的事情 嗯 挂进去 哦 这还是选择 嗯 挂进去 对白气来说很简单 其实爱好者可能那时候会选择 比如说我肩这个还是走 这个还是走 这个嗯 我觉得肯定是应该往里赶 因为这地方太广阔了 对 比方说啊 如果常规的下马啊 这样肩顶了 走这个嗯 但是这样的话 你这个脚还没守住 因为这儿露着 这儿露着 但是你这边要没了的话 是 因为这是白气主要要发展的 你如果走在这儿 让它点进去 你不是呵呵笑了吗 对 如果 也就是说呢 这个白气应该把子力放在这边 嗯 如果你要点进去的话 你就把脚给它 对对对 先你就挡这个 它啪就成了 我们说的脚口可以摆起 已经走了 哦 这个好像是没什么可考虑的 嗯 对 嗯 那接下来问题 不知道了 又交给许家阳了 这个好像很难 嗯 这个不会 这出来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你要这样出来的话 点进去也没有意义 人家再把你这个 按你这说法的话 是不是又又断上去了 有可能 因为没有头绪 这断一个就是寻找头绪的下方 比如说我断一个你藏一个 嗯 我走这个 嗯 然后你譬如说这边补一个 嗯 那我说不定这边连上走 因为你本来这样的话 我这 这个时候我可能不走在这 嗯 可能在这儿了 是的 对吧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可能 就是要寻找点头绪 嗯 因为正常普通的下法 嗯 没有特别好的齐下 嗯 我们看看啊 这个时候很难 对 这个走过来帮人不断点 肯定也不太像齐变 当然也不对 嗯 这其实有点难下 A B 都不合适 那有可能会选择C 但是断的话 这个战斗真有把握吗 我觉得白旗似乎也不太怕 因为你走的 对 我走的都是木 我管他呢 现在毕竟白旗子多呀 对 坏话是这么说 你就算连上了又怎么滴 你不是还是一困 是的 是的 连上也不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嗯 这个 嗯 又用去一次 没下 看样的是啊 这个 现在这个 许家也觉得很难 这个旗究竟该走什么 如果是这样呢 当初这个飞确实是一步 对 有点小疑问的气 啊 如果跳出来 这些烦恼都不存在了 嗯 下一手啊 许家面临选择 嗯 这个也不肯 这个也不肯 他有什么好受 那只有 没地方权 要不就中间突破一下思路 狗狗这种中间走一个 哦 这道脑洞大开啊 这地方走一个 我也是因为看着这想不出去了 对 现在AI的特点就是能脱先的地方就脱先 不能脱先的地方它也脱先 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啊 你是说第一感突破你的思维就是说你不能脱先 那仔细再想一想那天前几天我跟聂老那个在那个讲起 嗯 然后他没看过他就说脱先就哎也是脱先 嗯 然后就哎呦断了哦 就在说我们讲的故事他断了 他真是选择了断上去啊 这个这种场面我想应该姜维杰比较欢迎欢迎吧 他毕竟是以力量著称的 嗯 但是姜维杰没有马上退 哦 这在我看来是一秒钟也不用想的事情了 这个字总不能给人家吃了 对高高兴兴的 对就 而且尝出来跟这两个字之间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嗯 这个 这是在想什么呢 他被他一断他觉得他心里发完 这还能不盘 你不能贴下去是硬头没任何意义 对这边都是后手 我认为这是啊他可能在想后接下来的事情啊 这没有说是 比方说你尝完之后我是补这边还是补这边 他可能在想这个问题 嗯 要不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没有什么别的可想 对 嗯 没有脑洞大开得起 这样好像太大方 结果这起完了 你夹在这 这脑袋不是有点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有点有点就是不是紧着气的感觉 对因为这地方毕竟还没有说一定是白起的空 嗯 你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嗯 嗯 语理不通 嗯 嗯 我估计还是会选择长 啊 打这个打这个那就是要要要弃子了 因为你没有说不能说是走完这个再做这个 这是自相矛盾的 对 所以你一定只能这样 这个只能这样那只能加这个 因为这不可能就被拐出来只能夹住 如果这样被人家长这样被人家管那只能是这样了 但是这个脑袋不是什么地方软 那个不是 我感觉有点大方 姜维杰 但是我觉得姜维杰本身就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啊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参加RG的比赛 嗯 嗯 下完起的时候他那天获胜了 是 他就主动提出来 哎 今晚我请大家吃饭 嗯 这可能是这个生活中的习性啊 咱不说其如其人嘛 嗯 也带到棋盘上了 这么大方的下法 我肯定不敢啊 这个我还是要把这个控守住的 我觉得姜维杰下了这部起以后 内心里肯定特别高兴 哈哈哈 想哎呦 王磊一讲起就说我这人多大方 哈哈哈 嗯 但是这个下法真的好吗 因为这番黑棋随便走一个 你也不能就把人家这个吃了呀 嗯 对啊 这这这地方有点 对啊 这有通断的各种味道 但是总是有 你就是说你不是这种的感觉 这个东西 总觉得什么地方欠着点似的 是是是是是 这个还没下 但是这个肯定是关的 对 没有变得的下法 你也不能走这个 这个被人家吃了 你也不会吃回来 这是这是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了 许姜维杰可能没有想到 意外之惊喜 那个姜维杰这么大方 那黑棋的实地还是很可观呢 这一个甲 那一个甲 这还一片 白棋就是只剩下这了 对 哦 这个气波很大呀 这真没想到 黑棋在想什么 黑棋在想飞车 不会的不会的 飞这个的话 我吃这个这两个 你都跑成两个了 都冲下去 你冲下去我还不给你呢 你冲下去我肯定还先立一个 你还是不能跑 我还不能跑 对 这个 这是肯定会长的 他只不过是 就是稳稳心神啊 没想到 就碰到一个这么大方的人 嗯 现在大方的人也不多啊 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还没有下 这那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咱们说这个 对 下起要考虑 就下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怎么下 虽然我们但 肯定是说 感觉上总是在这地方走一个 或者 哎 我这天看那个 很多的气 他们什么什么 这种地方就打路了 这根本不叫打路就进来了 有没有可能这种什么 这种这种这种 那个利用这个的 那有点太黑了 要是我的话我就知足了 我这已经便宜了很多了 等于有点像 嗯 就消了一层 啊 那是 把你的这个 这个叛高 给消了一层 我这现在就这样 消消 我觉得已经 很心满意足了 嗯 啊 果然就是这样 这是必然 上一说黑棋都是关键 对 黑棋消在哪里 对 我经常跟那个 那时候 现在因为讲其实的 平时跟爱好者比较多一点 我就说你消的那个点 呃 人家既然 譬如说你消在这 呃 人家正好哎 舒舒服服就把你围进去了 哎 你消在这 他不好意思围在这 就是 然后他自己这么围 重要又不够 那这个分顺该怎么选择呢 他有什么 我 我的 秘诀吗 理论讲清楚了 嗯 实际要挨挨来给你判断 看哪个点最合适 那我理解一下这个小话老说的就是 倾销最好倾销在对方那个封锁线内 嗯 让对方又封不住你嗯 让对方围呢 嗯 他也不太肯 对 就选到一个中间的点嗯 啊 看来这一点就比较像啊 这一点你看黑棋白棋震不住你 他跑去 他要围呢 显得也不够 嗯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会不会 哎呀 年轻人火气大 这个合适吗 这个 这不是壮气吗 至少是姜维杰不怕的 因为这个如果说黑棋这个冲断成立 那他这个加就不成立了 他本来都已经 他打次的时候他就认为他能加 哎 付出了很大代价了 如果说这个加也加不住 那这棋就没法下了 对 从这个角度上 没有分寸 黑棋这个冲 应该有点冲动 不是 他如果是从冲断不成立的话 没看出为什么起 不是 他不是很损吗 黑棋本来黑棋广阔天地啊 这些人别这样变小了 这个吃起来反倒还恶心 只能加吃还能怎么吃 将来被我一靠 加之爱 是的 我这一靠 这脚都快送掉了 这冲是什么意思呢 冲断是什么意思呢 冲断白棋 他是想 他也是就找不找点 他是不是想找点头绪 跟这个断 但是这个头绪 还是要制造头绪 他这个头绪 变得有点损吧 嗯 这个白棋一定会贴的呀 因为白棋要吃这个的话 他就冲过来 那不可能 他也可能 这个又是一本道 先贴 然后这个白棋再长 基本上这样是一本道 有什么关系 这好奇怪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看不出来黑棋的好 这棋盘不是这地方又变小了 白棋总是便宜 因为你黑棋即便是这个子不走 白棋这个字也跑不出来 你接着自己靠下来 是啊 就是说这手棋实际上是没有价值 嗯 这个黑棋 你本来就是说 譬如说我战斗的时候 我这种地方是先手 对吧 但是我不走 或者我这什么有先手 你但是你一冲完了 嗯 对这个没看出什么好处 这个 这这招棋可能许家有点异常吧 这样的话白棋看起来这个 这个子力就都比较完整了 嗯 现在这个边 有点大 哪怕我就这样 就这样能 这个靠着先手 这样走一个的话 这个地也不小啊 嗯 而且现在这个点是不是还不方便了 因为这地方有着靠着先手 反倒不方便了 嗯 这个不知道这个许家是怎么怎么考虑的 他或者是难道想着不愿意被人家一手棋接的 接成铁壁 但是你要这样接我这三个子都清了 嗯 我还可以脱线了 嗯 他根本不可没有空接这个 嗯 是的 哦就这么下 实战下沉这样子 就现在黑 黑棋好像我总觉得面老在选择 嗯 不停的选择 对 我觉得姜维杰这个 白棋就这次一个选择 别的好像 这个也选择了一下 但这选择相对好一点 对于说这个断 这个冲断 这个选择都是比较 作战的分歧点 其实蛮 嗯 我觉得姜维杰的选择现在是反倒对了 他这个打上边可能是比我尝出来还好 嗯 如果他要预料到能下成这样 对对对 是 这个封的非常完整 对 这还接下来这么舒服的一个线索便宜 嗯 黑棋等于就吃了两木棋啊 又选择这这不会 还是不会了 那 这没有头绪啊 对呀 这个 这个 许佳阳的这个调子好像有点异常 呦 果然 他不会了 他就到这来了 嗯 刚才小花老还说这一带有什么手段 现在许佳阳告诉我们了 这个地方要来碰 碰的话 白棋 他搬他肯定搬这个要在底下活 有点吓人呐 这个 那个藏一个还是利一个还是藏一个 嗯 对呀 我 我 我觉得走什么都可以吧 当然最强的应该还是搬这个 搬那会不会搬这个 你要搬这个我就打吃给你做活了 哦 你让我这兄弟打架 哎 对 因为你要做活的时候这边可能 因为白棋这个利一个是有半仙的味道 是 啊 你活完之后脚里可能也送掉了 你要靠这个尖脚里可能送掉 然后最主要是我外边随便扔一个 这是围出一飞机场吧 嗯 所以你刚才说要掉一个 你是担心 对对对 我担心黑棋是白棋围中间 这边现在相当于中间都显得不那么急了 嗯 这个碰 但是无论怎么讲 可能是说明许家阳觉得现在棋比较难 因为搬这个的话 你不搬这个 你搬这个被吃掉了吧 对呀 他吃了贴下去就可以 对 嗯 我不知道如果搬这个的话黑棋会有什么 因为他只有上班下 他不可能长嘛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嗯 但是姜维健还在考虑 这步骑可能出乎了姜维杰的这个预料 他没有想到 他想我这么厉害的人 你都敢跑到这了 我这么大力量你还来碰 我搬这个的话他可能比较好搬 这比较比较简单 他可能也想着要来点强手 然后这个没交换也有好处 姜维杰的强手是无视 这不会吧 这个有点精彩啊 不 这不精彩 这我觉得有点 竟然 竟然走到这里 你现在给我拆十次的机会 我也猜不到下到这 像我下的话 我可能一个是搬这个 这个不会不会搬 因为我怕人家搬了 跑出去看不清 一个是藏这个 这没力量藏一个 一个就搬 如果有力量就搬一个 对 就是最强的搬这个 对 稳健的就藏一个 对 这个都符合常理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路数 这个棋 这个我觉得没有 有点看不懂了 我觉得没有对的道理 有点看不懂了 因为他这是主战场 然后这又不会死 干嘛跑里面去啊 对 因为白旗真正要围的空是这个 现在围一个这个小空调就满意了吗 这个黑旗会搬一个 这给人感觉走火入魔吧 有点 这个看来这个书读多了 也不一定是好事啊 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开玩笑 他为什么会想到那去 这个的下半棋问问他 这个思维太奇怪了啊 是 这可能是 这个咱们前面还说呢 这AI就是能脱线的地方啊 他也脱线 对 不能脱线的地方也脱线 不这个没有生物危险 我也没围住这个 什么意思 这个正好在战斗 这个等于人家靠上去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 最主要白旗重点应该为中间 这还是很舒服的 哦 这打一下 你要走这个的话 他说不定是不是虎一个家人还拖啊 对 你要走这个的话 这简单被一拖 这太心情愉快了 所以他就顶住 但是顶住被打一巴掌 也不舒服啊 打完了往外对一个 不就 你就往那边搁一个 你真是 不知道在想干嘛呢 这样的话来看的话 现在白旗的空被限制在这里了 但是黑旗现在这有一片 看起来就不比这小 我觉得 那边还有一片 冲断是对的了 等于说我冲断 我这边走了一手 你里边补了一手 本来是我在这边走的时候 你跟我 你还不会补呢 这就像个诱 诱导你 在里边补了一手 那这样来看 黑旗形势还是不错的呀 因为现在白旗主要的东西被破掉了 潜在的那个一个四 仅靠这一块 似乎是不能弥补实地上的损失 白旗形势 黑旗有这边一块 那边一块 那还有一个角 这个期应该是疑问 这个我们也可以聚后问问 江伟杰怎么想的 因为他们实战对局者 下这儿一定有他的道理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有的时候快速的时候 他就是一分钟 譬如说我就想着这个方面 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走火路 这怎么想我就觉得都有点不可思 是的 至少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对 现在这个许家阳也很震惊感到 没有想到居然会出现这样的邪功 你来说总是要往这边 因为你 就现在我刚才为什么问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谁顶 其实这么顶完的话 白旗相对这样的话 哪个厚 好像这样厚一点 这样厚一点 这样厚一点的话 所以白旗不愿意走掉 对吧 这样好像白旗总比这样厚一点吧 这个好像被点一下 是的 但是你这样闻也可以点 这个说不清 他飞到这里 这个一般的感觉是往这儿飞 因为要远离那个所谓的后市 对啊 而且第一远离 第二的话 这边远离那个 你看这个线从这出不去 跑得也快一点 所以我刚才在想他不走 是不是跟这边什么点 你如果走完这个 我点一下很舒服 你走完这个 这部棋的意思也比较好解释 就是要攻击瞄着你这个 这个要攻击后市 这部棋一个是瞄着这边 一个是补这断点 然后白旗说这个你这个哪补住了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啊 但是不知道学到的是好旗还是坏旗 反正反正我只知道这手是坚持坏旗 别的我都不知道 这部断啊 断我就不知道了 断你反正是真不死我 但是是这个部断是要起一个什么效果呢 他可能是不想给黑旗整形 你比如说你不走这一虎啊 可能就活了 所以我趁你 他又不想吃这个 吃这个 一般的感觉你要吃 吃这个岂不是更 我觉得吃这个太慢了吧 对啊 但是吃这个这不关痛痒啊 这个这个子好像就给你了 就给你了呀 我这一会儿这还是能作严 那你要这样的话 说不定这就断不着了呢 对啊 所以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他要赶紧你先断一个 这个没想到 没想到 那你也只能退一个吧 就退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很开心啊 你像你吃这个 这样的话你高高兴 我这一会儿可以再顶一手 这块吃那个 这个因为这边白旗都已经厚如铁了 白旗照理来说白旗应该 应该在这一旦 这个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 如果你要还怕他就地做活 你就把这个吃了 嗯 你要不怕他就地做活就就震头 但是吃这个是个是 是不太明白的 这个 哎 脑袋挡住了还看见一步棋 这个这个不是先手吗 那他肯定是说不是先手 他总不可能挡住被你吃掉了 那他肯定只能缠了 哦 他就要要求给你进行转换 那要求转换之前 为什么不想把这些退掉呢 他可能觉得退的时候 白旗就马上就顶了 有道理 但是你顶完之后 我这些刺不是非常舒服了吗 你比方说你要先顶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样这个刺不就是非常舒服了 对啊 这更舒服了 结果他现在他认为这是一个时机 把这个搬出来 但是这个白旗是只有断了 白旗把那俩 把这俩你 他会不会先搬一下 这样警方被你一下子 一下子吃掉 给吃干净 如果要下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退掉就更便宜了呀 还是想把这下退掉 你要不退掉 被白旗这样一吃 这个价值还挺大 那要等于是白旗得这个 我这起 有吃吃 吃 就是说 有吗 因为我们看看实战 这基本上会下征这样 就是现在白旗吃这个 对 然后吃完了 那我再糊你一个 吃我只有吃 然后你肯定得打我这个 我得打你还要再把这跑出来 那黑旗要给你挤了 不可能是吧 估计不可能 你可能还是还是一个弃子吧 可能就这样吃了这样弃子 那这个可以展示也不用糊了 对 这样弃子 哎呀这个围棋之中最难的就是判断 这样 这样呢 这样你还能滚着一包 黑旗吃的似乎也不小 但是白旗得了两处的便宜 那可能是差不多的结果 那我觉得还是算了这样的 还要滚一个包便宜 这样 这样 这样滚一个包 这走不着了 这样你有可能是后手 对 这个需要做一个抉择 这个地方的变化现在是比较 搬是肯定要搬的 就搬完之后 白旗先搬一个总是便宜 对 因为你要搬过来 直接吃掉了 你搬就借用傻了 你搬的话 黑旗只能打 要不然被尝一个 黑旗自己这样死了 就是现在黑旗 白旗有这个选择 有一个单拐的选择 我感觉上应该差不太多 总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转换完 吃着这个白的是不是 至少我这手吃就 所以我念念不忘 你断我还是先退一个 要能退到就好 你万一没有想到我再搬出来 那就大转特转 但这旗走完走 黑旗能逼着这一个 那也是非常愉快的 要判断 那也是非常愉快 它直接拐了 还是选择直接拐 那黑旗肯定要吃 白旗肯定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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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要吃 太大了 你不吃就要粘回来太大了 然后黑旗肯定逼住了 要脱鲜了 肯定逼住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 你如果把这个滚掉 你这俩是跑不出来的 我就跨过的话 我就跨过来 但是你跨我可以先尝 是 你跨我可以尝 不是 我这边走来 你反正没什么意义 反正没有意义 你比方这样 黑旗跳一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地方 白旗吃这个是后手 对 你就接了班也行 这有个接也不行 但是后手这也大 它还是要吃的 那肯定 这个应该是 双方应该只能这样 黑旗也要逼住 这个也见得全盘 没有比这更大的地方 同时还瞄着 把这个借回来 哇 这突然间 形成了一个转换 你判断一下 这怎么样 这个东西 这个 哎呀 这判断是 围棋里最难的了 但是 那从感觉上来讲呢 白旗得到了这个拐 得到了这个吃 两处便宜 对黑旗一处便宜 我觉得白旗 应该是可以满意的 但是这不是有个爬出来吗 对 那是有个爬出来 毕竟是二打一 吃了 现在实战 实战下成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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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要逼 这个如果被插一个 这棋 这个肯定是白旗好的 不是一点点 这个就比较容易探断了 假设黑旗补一个 就比较容易判断了 但是黑旗肯定是不会补的 肯定要走过来 肯定要走过来 这个是谁的手 在摸到他的头发 肯定是许家阳 许家阳 这个跟柯姐有点像 耳朵摸他前面的脑 头发 许家阳这个 一看他这个下棋的姿势 就很非常的熟悉 因为姜薇杰现在是 主要是在清华大学读书嘛 所以说在队里训练的时候 来的时候也很少 嗯 还没有走 嗯 对 这是走在这里了 这么广阔的局面 嗯 其实棋盘还早 嗯 已经是 双方快下了一个小时了 嗯 我感觉上现在的形势 应该是难解难分 嗯 如果说黑旗把旗下退掉 那肯定是黑旗 非常的好 这个非常遗憾的是 没走着 不是这个 这个如果你走着了 这就没有如果了 哈哈 走着了 走着这个这个就 这个结果的话 那白旗不太可怕 不单怪说如果走不着 这个顶到点一下也 我觉得这个结果 其实来说也挺好的 是的 是的 我要我的话 我宁可选择这个退 即便走不着 比较含蓄一点 因为这个吃 还是实际有点痛 嗯 现在黑旗白旗这一块 也显得很壮了 特别以后这个靠石先生 嗯 现在整体上看不出来谁好 白旗 那就白旗该走什么 这个 这进去 白旗现在就像您说的 这有爬有进去 这边要不要先走一下 免得被跳了接回去 但是走一下就把滚包给卖掉了 这个有点难 那就滚完包走一下呗 滚完包走一下 那只能滚完包走一下 可以考虑 因为你这手旗也挺大的 这两天接住了 对对对对对 可以考虑滚完包走 把这地方定型了 而且这个滚包 对白旗这个眼味也有好处 嗯 走了 他还是选择滚 那既然吃了 那这下必然要吃 那就简单了 然后下一手 按照他的逻辑 那肯定跳一个 要这样走 这样能走两下 白旗旗不是很舒服 下一个他走这 你尝一个这样的话 将来这地方出头很方便 估计就该打路了 我觉得 那这样的话 这个看着黑旗就没吃到什么东西了 然后再 不知道这打路还这打路哪打路 这以后立了 这块很没活呢 所以我就将来到外边走走就可以了 对啊 所以这个就变关子 它爬不出来了 没意义了 如果要这能走 我要支持白旗一跳 对 看着这个 对 再来一个这个 如果再立掉 心情太快了 那估计黑旗受不了了 黑旗要急了 但是黑旗还能有什么办法 没有什么办法吧 难道能走这个 这个太吓人了 这个我肯定不敢 我们现在这个 这都是老实人 不敢下这么 这个如果下这个 一旦被白旗接出来 那旗马上要结束了 还是这个吧 那确实这样好像是白旗 如果摆成这样的时候 好像白旗确实还可以 白旗现在这块空越来越大了 你要那边那块多少 那块是都要收持的吧 17 20 25 30 31 32 最大34 这块 那 40 60目旗 那白旗这一块就很恐怖了 12 22 32 42 这点的最少也有50目了 这不算太多千里 还该白旗下 这旗不算孤旗 这其实你现在 原来是说这个 逼住是 这个对白旗有点威胁 我还说 也就是说 现在白旗哪怕就一拐 白旗也六十了 我肯定不管啊 我肯定的 我这边有 这个走走都挺大的 他们就算走个臭的吧 这个多小 你顶出来小的很有负担 果然他还是跳了 这个应该是他的牵手权利 那照这么说 可能许家阳这个之前还是应该退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被人家 太大了 你吃人家两个之后 还要被人家砍油 还没有完全是吃的就特别愉快 心情不太好 这个地方 干嘛 你还想接啊 不可能吧 接不敢 有没有这样跨的手段呢 跨完了我冲了你再断是吧 嗯 对你冲了我再断这样 假设这样的话 这不是比你这个接也不行吗 比你背景尝一下要愉快的多 这样 不是啊 这起我我如果残和斑粘有吗 哇 这个这个够黑 然后这边一冲这边一断 嗯 这个有 这个有 你你你吃两个 我吃两个吃不着 我直接先给你断了 对不行 夸还不行 因为你有斑粘 嗯 那 这个地方 那难道他真的走这个吗 真的 这个这个接触是什么东西啊 我感觉到很恐怖 我不太敢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 至少要出劫的样子 嗯 这个不太敢 嗯 不太敢 还是算了吧 还是这样慢慢下吧 刚才一触控 呃 黑棋毕竟控还是稍微多眼的 但是白棋潜力比较大 嗯 嗯 嗯 真的走到这样 那他是不是出现了什么 我们没有算到的东西 如果白棋接住 白棋肯定要接了呀 对啊 白棋如果不 如果说不能接的话 那这个非都没有便宜了 如果像成这样 那他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嗯 你还不如这样随便接一下呢 对不对 他可能难受了 嗯 所以他既然走了这个 他就认为黑棋这个是不成立的 嗯 接住了 已经接住了 秒接 那显然是认为黑棋这地方是有问题 白棋只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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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 白棋只有斑 你要走这个的话 他走这个 会不会 还再出现各种转换 不是 他走这个的话 他可以走这个 然后他吃一滚包 一吃一吃一走 真实了 哇 计算那么深远啊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那么深远 我就看一个图啊 你要走这个 我就搬这个 你这也变成缓气节了 那他先搬一个 所以你先搬一个是没有亏的 先搬你 你这个去 你这去 只能连搬吧 嗯 连搬还是冲啊 这个反正你得你得选一个 那你就冲吧 他就他搬了 他搬了 我以为是他连搬了呢 你冲 不是 挡住 你挡住这里也是打结 这里头 如果你要挡住的话 打结我再爬一个呢 你爬我粘上 你还很烦恼的 这里头 你别看黑漆挺顽强的 你比方说 你这地方要度过的话 这度过肯定不合适 你度不过啊 这里还是急 度过这个连滚带爬的 各种急 度过是不行 嗯 但是 这里白漆没有办法净吃黑漆 但是在吃 嗯 但问题是白漆也不需要净吃吧 白漆啊 白漆只要能混出结来 白漆不也是很好的吧 但是 混出结的前提 你得把这个提了 对啊 如果被黑漆接上的话 那黑漆收获已经很大 最黑的下方就是提 那肯定只能提 提了好 他提了 如果提完这里还出结的话 那对黑漆来讲是个噩耗 其实这只能拐下来 你肯定都拐下来 你肯定都拐下来 那这时候党结呢 初结还是初结 那不一样啊 因为这地方 这地方我要点的话 那我这不是把你净吃了吗 也没净吃我还是 就是景气结 但你这有个断点呢 对这有个 那这个是景气结啊 党一个 因为我只能搬这个 那黑漆不是有点弹吗 我提过了 你要不走的话 白漆一结 黑漆就死了 对啊 等于是景气结啊 嗯 景气结 是 白漆这里不是有很多劫财吗 是啊 那结枯嘛 那黑漆怎么办 所以我没看明白啊 这不是能挡吗 这一挡如果这里成景气结 这里有很多劫财 黑漆怎么办 因为你如果接住 他接住 那里是接住没有意义啊 接住成怪结 吃不掉嘛 对 那肯定这个好嘛 现在白漆要 嗯 接住 嗯 这我们看错了吗 哈哈 我们 应该是这样 我们再仔细看看 你不能走这 我走这把你吃了 对吧 没错 也是打结 但是你这有个断点 党跟接的区别 都是打结 对啊 这两个题都是打结 但是党一个呢 你不能接这个 你接这个 我是把你吃了 对吧 那就是说我同样打结 你多了一个断点 你的结中 嗯 接一个呢 会变成黑漆可以展示不走的结 如果打的话呢 呃 黑漆必须马上开结 对啊 这个区别就在这里 变中了呀 你现在这样的话 你这个结就变轻了 这结回来了 那从这角度 白漆显然应该打 对啊 因为你这样的话 白漆黑漆先不走的话 白漆也没招 这里头 嗯 如果要形成这样的变化的话 这个结就是形成一个 双方都可以搁置不走的结 是 那黑漆 黑漆是更不能走 黑漆走了 再白走一次 白漆也消不掉 嗯 白漆你看你这个 只能消掉这 你也不能走这 他走这 所以双方都不能走 那这个很异常啊 这个因为 对于白漆来讲 白漆白白多了一个变数 对啊 本来这样直接挡 逼迫着黑漆开结的话 用这地方当劫财 对啊 已经不知道黑漆该怎么办 这个反正也不怕死 这肯定应该有 这个地方难道 姜维杰产生误算了 他为什么不挡这个呢 他 他难道是 就像您说的一样 以为被人家点死了 这好奇怪这 他实在是接的 然后接住 再搬 他搬着他团一个 那这就形成 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变化了 这就 这双方都不能走了 这个形状就有点像 两个人一人拿一把枪 互相顶着对方 嗯 谁也不敢动 呃 黑漆更不敢动 嗯 黑漆动完要死了 白漆也不敢动啊 白漆还好一点 嗯 不见得完全死啊 这个黑漆这个有可能要死 嗯 谁动都 谁就像这个地方是 是 比方说白漆如果动动的话 嗯 比方说啊 白漆动一手 夸夸 黑漆两手就 没有白漆要动的话 他只能单接 你单接我走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还是得扑进来 对啊 但是你你铺完了之后 他是不是可以还可以不走 这个地方谁走都是得两手把对方吃掉 不是啊 我要接住你不走的话 我直接一藏你死了 你铺完了不走 你是不是还能吃不掉我 我是这意思 我会接回去的 人家一手肯定会直接扑了就打赢 只要我扑进去就必须要打赢 谁扑进去谁要打赢 谁这个地方 谁都得换两手去吃掉 谁也不能先动手 谁动谁先动手的话 谁先走一手都比方说啊 黑漆如果先走一手都有可能会 没什么好处 变成单关 你走一手人家两手就吃掉 是 那肯定只能在上面走走了 因为这块漆万一打完了 这块漆要死呢 那这个对白漆来讲实在是没必要啊 白漆本来直接开截的话 黑漆已经很难办了 现在搁着这么一个截 那你反过来说 本来这其实黑漆的空 现在已经搁着一个截 黑漆还没活 这白漆肯定还是不错 虽然损了一点 因为你这个有个截库 我觉得总体还是白的便宜了吧 跳这个 便宜吗 你觉得 因为这个这个截库 没看出白漆很便宜 按理来说这个截 应该算白漆打赢的概率大一点 因为这个 问题就在这 说不清这个截是谁打赢 这个截可以说是谁能打赢 谁这棋肯定好了 这棋 但我觉得白漆能打赢 打完了不是死了吗 那边 只要这块去活着 问题是你这块还没活呀 那我先出头呀 对对应该先出头 你这不是更可怕吗 对于黑漆来讲 有点可怕的这个事情 这场战斗呢 总体来讲有点莫名其妙 这也是快器的这个魅力吧 这干嘛拖这个跑出去 没有出头吗 没有 出头因为对黑漆这个有压力 对啊 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 这个截怎么打 我觉得这个跑出去走两下 我将来还要这边呢 我干嘛从这边拖呀 这样出头最大的作用就是 就是把这个截变大了 对啊 我自己安全了 对 然后这个截待会我变成无忧截 这个拖 不太明白 财迷 那些年轻其实都很财迷 这先把我空捞了再说 这个可能逻辑上并不清楚啊 逻辑上还是出头比较清楚 嗯 就算是拖了假设 那他肯定 你扳他肯定是退对吧 那你这边就不出来了吗 那我 哎你这逻辑不退吗 那退他是 对啊 哎呀是啥呀 人家跟牛还不给你呢 还不给你不给你退 直接就把这个吃了 这合适吗 这个 那你只能吃掉了 吃掉 那他吃 吃了 他吃了冲出去 他觉得这样还小了 我现在再吃一下有没有可能 那你吃不着了 你现在吃肯定吃不着了 你现在要吃这个的话 我肯定把这个堵住 如果说你还是出来了 那这几个交换你就不亏了 那我还是尝出来 你还是要冲出来 那 白气便宜吧 我看不出 白气便宜 我觉得白气还是应该直接出来 嗯 就像一开始你说的那样 对啊 因为这很薄嘛 刚才 因为这个脚里的结还是关键 对啊 一 二 这样下的话 这个结可能会黑气也变轻 如果白气出头之后 黑气会变重 嗯 接住了 这个还没做出来 但是我估计这个总要出来 对 这一定要冲出来 你不会这个走这个被封进去 这也是这个快气才能发生的事情吧 像这种我们都看得出来的简单变化 这两大高手竟然没看出来 就这招吧 我觉得这招应该是 他们肯定是 没有什么变化 估计是这个产生了某些盲点 嗯 这个要冲出来了啊 冲出来黑气这也断不上去了 黑气肯定会跳 如果说黑气这个活了 那个结变轻了 就双方都变轻了 对 接下来 白气这补断还是有点麻呢 因为你吃完 你吃完之后也还是没活 你比方我这样一提 以后你一旦要开截的话 一提就会还是死 所以说这个吃并不是说一下一手就活 那就把它接住 就有点接住 接住有点难受 单观有点像 但是想想反正你不活 接住就接住 嗯 就不知道他会怎么选 我估计 但是无论怎么讲 这被一跳呢 白气这个冲出来 就显得没那么厉害 嗯 本来这头出的好好的 嗯 是的是的 接住又不肯吃又不肯 那藏出来 这拐肯定不是吃 对吧 A和B都不好 那就是得走C了 果然走到C 那这个黑气肯定接了 这不要接回来好吗 一根光棍 你不走我肯定就我捞了 如果这还让你走一个单观 哎呀 那这看起来这黑气 好像是有所得利啊 嗯 不过我们要从整理上来看的话 白气把这个头出来 其实也还是有价值的 嗯 把黑气上面的这个潜力给破 6 7 这个7 这总要总要接回去了 嗯 接回去他肯定不肯啊 接回去 那这不接回去 那就 这还是 因为这个脚里有个结啊 谁也走不动的结 嗯 10 这个脚里的结材还是 胜负的关键 这个下到这的时候 估计 真正的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现在 所以有点纠结 嗯 嗯 这个老实一点的就接回来 嗯 但是这个接回来 这个 如果接回来的话 他在想我还不如跳着这儿呢 是 那加下去 从这个角度他有可能不接了 就是如果你要给断我的话 我把他当劫财打 嗯 我就 有劫 给你打劫 嗯 那就是加下去 然后往外跳出去 那你来断 嗯 这也是很黑的一种下法呀 但是加下去 加下去人家提掉 你不还得接一个吗 嗯 那他多少还是走点木 甚至他可能能走点劫财出来 嗯 也也未可知 啊 又被脑袋挡住了 嗯 还没走 还没走 这是有点困惑 就接在这时 不可 无论是从快起的角度 还是从这 有这些平时的角度 这好像接这个心情 特别是快起 嗯 更不太可接 对 这是一个单关 嗯 没想 嗯 还还没走起 估计又用了两次 是关键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断点 加了一个 看见了 看见那一瞬间好像加了一个 加那黑气提 10 哎 可以 你提掉 提掉 立的话劫财不便宜 但是 你接触这边有个坚 哦 那他那他得选择 是要劫财还是要味道 五 六 我觉得现在劫财伟大吧 这个局面 九 可能是不是 还是别拼那么猛了 不是 这局面是不是一样的呀 一手两手 你知道这也不是也是两手 是 一手两手 那要没区别呢 就更提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还没还没走呢是吧 我看见还要刚才走了 反正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 走这个 有可能被兜死 现在都不是 兜完了断 你死了 但是 你也没有意义 你总是先提了 对 先提不亏 他走了吗 嗯 这许家阳的脑袋挡得牢牢的 他看见 我看见这边有个白字 那他就不是提或者就是利 如果这有个字的话 其实都差不多 对 走哪都差不多 现在的观念还是那个角力的 看见了 抬起头了 哎呀利就是如果放到这 他担心讲来这个先手 对啊 这个先手有啥用啊 这是 也还没 那不是他这样是一样的吗 他认为 但是这样的话 我这个叫吃这个节菜找起来的 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 有那个的话没提起来 对 关系不是特别大 现在还是这个断的问题 断我觉得应该 黑棋应该是 他既然接在这个按逻辑是不能断的 但是都黑棋不断好像不断 就外边落影落线来一个 哦 不断了 但是 逼迫他接就接回去 你要断上去的话 不就是 如果我就算出头 因为这是我 你要紧了才能吃 你要是一手一把我吃了 我就能紧了我再铺 这不是有结吗 这个断完了 你不是往自己有可能是单关吗 是有这种可能性 嗯 他还是选择的断 断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从快棋的角度可能有着心情 但是说白棋这个信号来说 至少白棋是不怕的 他自己认为 江伟杰认为他不怕 然后呢 这个这个棋 还是还是那个结究就是什么情况 如果说白棋开截的话 白棋 白棋 白棋肯定不能开截 等着黑棋开 白棋当然也 白棋应该自己先出去吧 我这有没有危险性 比如说你一开截 他然后他 封进去以后再走一手 你有没有危险性 这是担心的地方 先出头可能是 所以我觉得白棋不能开截 比较 江伟杰先 先坐活这边 这个 就是坐 那他显然是准备动手了 这个意图也很明显 因为这个本身是有点损的 对对对对 他说不定应该走两手想开截 要把这个认为 先看看能不能坐活 如果说白棋一旦选择开截之后 黑棋没有合适的截裁 那黑棋是不是就坏了 黑棋哪来的 黑棋只有吃这块 这个所以他在 他在加强这个 他就是这两步棋的意思就是 接下来 肯定要搬了 这两步的意思就是 让黑棋两手吃不掉白棋 黑棋这边先动不了 所以黑棋这棋肯定会立的 这被打一下吃 吃掉了 不是打一下 滚包滚死了 嘟嘟嘟一滚 嘟嘟滚死 所以这肯定要立的 二三四 他还没走 但是肯定是这样 这个白棋是有点损的 木树有点损 现在顾不上了 那个结是关键 但问题走完了这个之后 如果你打就走一个 你这敢不敢不走 我觉得好像也挺玄的嘛 是我掐进去呢 看着也有点薄 但是白棋如果再走的话 那这几步棋白亏了 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悬吧 现在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嗯 这个搬 搬肯定要搬了 那就肯定立下来 如果不敢走的话 那白棋也 现在局面的观念就是 如果白棋把这个结免费打赢 白棋肯定就好了 如果这个结 突然发现白棋结才不利 那白棋就坏了 就剩下这个结的观念 如果白棋什么都不走 就算出头了 你这是什么东西 白棋黑棋肯定不走啊 黑棋肯定就 就赶紧把这个补活了 然后 就比控了 就是说这个算 如果大家都没有生死之关系 有生争你没活 白棋现在被断了 所以这个断肯还是有价值的 但是 黑棋白棋不能再忍下去了 如果说 比方这一旦被黑棋走后了 白棋真的没有 你说一旦被走后 那我从这里出来吗 是啊 所以说现在白棋面临着 是不是要开截的这个选择 这个棋太复杂了 这个棋 我总觉得让人家走一走 我再开截比较熟 那是最美了 但是黑棋也不会走 黑棋肯定是要等到外边 走得好好的 最后 那现在白棋第一是开截 第二这边有没有出头 第三三跑出去 又给出了三个选点 是的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 我如果我下 我就跑出去了 这也没看见靠班 好像也没棋 没棋 但有可能也要制造劫材 靠班 诶 断 这个棋 感觉上应该还是 黑棋难一点的 因为白棋有随时开截的主动权 嗯 他 这个 这个 这盘棋下的我觉得 从快棋的角度来说 很漫长 这棋盘 现在根本搞不清 就胜负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很难 这盘棋出现了很多很难的地方 嗯 从快棋的角度来说 还是 呃 位置的因素很多 还是蛮精彩的一盘棋 是的 现在还没有看出 明显的坏 靠一个 哦 他走的是 造劫的路数 不是 这是造劫吗 这是不是 你直接就出棋了 什么 我在看 你在不吃 尝尝尝尝尝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吃这个 不行 我一贴的话 这个被你吃了 对 哦 你这本身就是好棋啊 不是造劫的意思 哦 那这个很厉害啊 我吃不掉你等于是 对啊 你你你 你尝一个我吃 吃掉了 你 接住 但我冲过来 你尝的话 他就这样冲过来 那我这个比这个更厚了 直接飞出来 好了 十万八千里了 好棋 我看这个靠是好棋 我这姜维杰同志厉害了 姜维杰 啊 果然是力量很大啊 在这个额 令人没有想到的地方 突然间 是 下出一步绝招 哦 他是为了这个 所以把这走了 哦 那但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如果说那几个不损 不更好了吗 哈哈 他是不是他照你这刚才的说法 嗯 哦 他不走 我我哎 对 他如果没有那几个做支援的 可能担心会去冲这个 然后你你要走这边对吧 你走这边呢 他在杀你那边 对 因为这个地方黑 白旗也吃不了黑的 转换如果说是黑旗把这吃了 白旗把这个全吃了 哇 那看着真是有点眼韵啊 因为只有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了 我一眼看不出来 数目估计都得数半天 嗯 我们还是看看实战吧 但是他的逻辑基础已经找到了 他如果走那几个是可能担心 对对对对 他有一点圆兵 嗯 从会计的角度来说有点圆兵 我心里总安心一些 哦 也因此黑旗也不敢走了 那这个白旗便宜了 但这个白旗便宜了 便宜了便宜便宜便宜 这个冲过来 我刚才想着123 现在这个一步就 对啊 这样的效果肯定比C这个要好 而且你这块还没活 对 这个仍然没活 嗯 哇这一下子感觉 白旗瞬间占据了上风 嗯 这个黑 现在黑旗也不能主动开结啊 因为白旗这有个本身结 对 黑旗不能主动 黑旗不能开 开了都挖了一手旗嘛 嗯 主动全在于白旗 这个他没接 但这肯定接住了 这不接被人家断死了 对 你这一走 所以冲过来这一塌 这个好像 嗯 江文杰这个靠断是好旗啊 等于说 这个靠断是好旗 刚才你跳了这个的后 我们也出去了 然后把你这都破了 肯定 这个 对对对对 直观的就感觉 这旗肯定是白旗应该还可以 有一种反包围的感觉 嗯 而且现在这两枚结残也非常的这个 非常愉快 嗯 黑旗找白旗的结残好像是找不着的 六 全盘这个都很厚啊白旗 九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地方肯定是可以白旗便宜 嗯应该是 哇 跳了一个先做货 哦 瞧这个 那白旗会不会开结了 白旗我老觉得特别想让他走一个 哈哈哈哈 对啊那是是有这个心情 但是现在主要白旗没旗下了白旗走什么呢 嗯 那就 这去开结了 你比方说我我开结 提我走这个 然后用这个当结财 黑旗的结财呢 黑旗应该是没有结财吧 黑旗哪有结财啊 哦不对 你要这样下 我是不是可能会提这个 是 是 这样的话 这个木树 11 14 15 17 20 木树还是 那这吃我明白了 你别开结 你先接一个 哦 这样的话 他走这个我再开 然后你提过来我吃这个 对对对 这样的木树便宜 这也好多了 对对对 这样好五木树以上 我觉得 有道理 有道理 直接开结这个不是结 如果这是结就好 直接开结开完 你如果接住你刚才说了 这不能这肯定要直接打赢 那我肯定还是 你接住黑旗可以脱心 对啊 我本来这样的好意思 吃掉你你这不活 对对对对 这个逻辑应该接一个 有道理 嗯 他这边靠了 这个大 这个要不走被黑旗一跳 这个木树特别大 然后他 搬了这个 哦 他他跟我的意思一样 他说你走我走 哈哈哈哈 那那太黑了 那这个不可能 黑旗肯定是也先不走 他先抢一个地 江维杰同志太黑了 先抢一个地 这手确实大 确实太有火人了 黑旗可以跳在这儿 跳在这儿还有挤着先手 是 甚至还产生劫财了 黑旗匆匆忙自动的手 就飞了一个 这个是也 攻守兼备吧 嗯 这其实这块气 永远不活 这心里 我只走两手 这个外围还能围 嗯 这个这个时候 直觉上 知道知道 这个东西 如果相安无事 我也活你也活 我觉得好像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里算双活 白旗 这我要活 我这要活 对对对 那里就是假设算双活 应该是白旗好 我觉得这气好的感觉上 黑旗 你看黑旗这些东西 其实来说都很无聊的 嗯 都是为了为了自己的生存 嗯 那被人家走那么大一个 嗯 现在白旗是 先跑呢 还是还是补劫呢 又是面临选择 这一旦出现这种劫 这个局面都是非常难 这就是看他这两手 能不能把它吃掉 两手吃不掉 我觉得就可以先走 对 现在这个那么厚 应该这靠啊靠 乱七八糟一靠 好像不太容易死 嗯 但是 你这个你飞一个 你怎么吃我 要加在我这吃 那毕竟也看不清啊 要从稳健的角度 是可以考虑先飞出来 先飞一个 因为黑旗那个量 确实也 反正你一手就吃不掉 对 是 有道理 特别是他这也抢了 对 是 也没什么其他的事 空应该是感觉应该领先了 黑旗走了半天 不就这一块 哎呦 接住了 好 那他显然认为这两手吃不掉 他不怕 没有 现在是这样 哦 现在就是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 对 他就开截 用这个当截材 然后你提 然后他提过来 随便这地方走两手 然后把你提掉 他认为这是火旗 嗯 嗯 嗯 我也认为火旗 这还 我就说这靠靠这个东西 好像总觉得有点东西 嗯 这火旗是没问题 嗯 所以他才会沾这个 要不然这个沾就是 那黑旗不也得走吗 黑旗不走 哦 黑旗只能走这个 要不然你尝死了 你要尝死我 你还能还能 木树可能还能便宜一点 对啊 好像只能走这打接了 打打这接 哎呀 这个没有劫财呀 真是着急 对啊那 不是黑旗不太行吗 嗯 他可能最多能找到一枚截 这个地方 最多有一枚截 但是白旗那 那这地方有打吃和铺两枚截 嗯 难局了 黑旗不太对 黑旗从这个被靠了以后 这个好像不太对 郑文杰这个靠段非常好 嗯 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 拐一个 哦 他认为你没活 他这个也 这肯定活了 这你走这我退一个还不活 他反正要杀其也只能把这个拐了 要不然被人一挡 估计三只眼都出来了 那我这把你一吃 你的空还能够吗 是 是有这个疑问 但是他可能觉得也没办法了 够不够都只能这样 白旗应该会吃 你回过头来年终于计算 你什么也没走着 我这还走着了 这还走着了 我这还破了你了 这黑旗能够吗 对啊 那我们可以数数控 对这数目的是 15 20 25 30 33 36 这大飞 39 40 41 我看得起 我看得起 你好好数目 我看得起 起掉了 中间一排先不算目 这块是41 这块10 11 12 这块13 44 中间不算 44 白旗 黑旗呢 10 16 17 18 18 28 最多30 31 32 33 38 49 55 这可能也有个56 7目吧 也就是说 现在黑旗盘面大概13目左右 但是中间白旗一目也没算 白旗中间如果成 成个这个 白旗中间成10目 黑旗就不够 你这个12 13目你要成10目 那黑旗不就差好远了吗 对 也就是说你中间有个五六目 五六目是细旗 而且这旗你还有点薄啊 你说黑旗还是没厚啊 不是 我就说我成目的时候 你会有点薄 我没说要吃你 确实是 确实是 不是你的太过分了是吧 对 人家这剪了一次完之后 黑旗确实还没有两只眼 就我这种 比如这种走走的时候 这不是你不觉得 我五六目很随意的吗 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确实是白旗好 那这个跳回来 这个好像 刚才如果被你这一走的话 这个 那跳回来黑旗又少了两三目 目数很大 这我觉得要跳回来 是不是我可以接回来 或者再飞一下 接回来 你就是以后啊 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个打车是先手 这个一路硬头还是有点用的 接回来先被踢一下 要不你这边先来一下 可能应该还是跳吧 跳了跳 跳完之后就可以接了 如果照这样的话 刚才黑旗这两三目还没了 对 然后你在这边再飞飞 这边还长了一两目 那黑旗可能也要飞 要不然被你跳了 所以我刚才想 这在这个的话 被你这个一跳 估计不太行 对 这有冲断 形状不太多 跳一个真行 那照这么来看 黑旗飞了 那它肯定是接上了 因为再不接被你挖死了 还有可能 这接上先手很愉快的 对啊 接完之后这一段 活出六目了 本来没给白旗垫 这个肯定很愉快 那照这么样定型下去 确实是白旗好了 这期 不是 我接完了 我这要跑出去吗 活没活 活完了 我是不是我想加进来 那可是够黑的了 不是 我接完这个 你接这个 我将来的 你封住我一走 这个是不是已经活了 那你可能也要吃点苦头 不一定便宜 是 它接总是要接吧 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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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接了 那黑旗还是要不断的 对 这个木数很大 然后呢 我估计它现在既然优势了 那就尖回去或者跳回去 它可能会 跳回去 所以好像有靠子 它可能会练瘾 跳 跳回去 跳或者尖 它可能会选一个 是 安全 这样的话 这中间再考虑说 这没活 这中间没实木 也不是难事 这已经已经 木已经没了 嗯 那黑旗难了 这起 而且这个地方 黑旗白旗以后 如果是 假设是该白旗下了 白旗还可以尝了爬 尝了爬 黑旗还不见得走得着 黑旗这地方 是 二 八 比方说黑旗要走的话 白旗尖了一个 断一下就可以防住 但是黑旗可能没机会 尝了 我觉得好像这个跳 好离那里尼尽一点 尖它就是强调这个夹的关子 你要是跳的话 就强调于中间 看它是怎么选择了 哦 你是说这样的话 这有个断点是吗 对 它总是 这个尖对下边的黑旗 压力更大一点 它如果要跳着的话 这黑旗多一次 白旗 黑旗跳了 哦 这老早点过一个 哦 老里老早点过一个 这倒是黑旗的权力 对 在这块旗没有负担之前的点 是跳的权力 黑旗这一跳之后 白旗中间的幕是没了 但是现在 白旗如果一加的话 黑旗幕也 也会同步缩解 二 十 那看来这个 最后这部长很关键 如果说黑旗最后 白旗最后 白旗长完不走有旗 长完再爬 不 我知道 如果长完不走 白旗黑旗这边有加进去 有加 那就是要连续下去 对 它就是一手旗走到底 是一个逆收官 是 这地方 我就在想这个走这个 还加这个看哪一个 不过加这个是不是也先手 它既然煎了 它肯定会加完 它加了 要不然它就不会往这煎了 那从我们刚才 鼠目的角度来看 仍然是黑旗难得起 嗯 因为加完这个东西 它可以飞这 对 加是先手 黑旗还得跟着硬 黑旗得加 加了一个 那白旗再往上冲 它还得长 黑旗只能 还麻呢 可以接住 这个不是接的 对 你接住以后我这一搬 你还麻呢 你挡不住 你要打持 我多了沾之后 我这冲断又成了 所以它是煎在这的倒 对 是的 这个煎 它就是妙的 那就吃 接这个 接这个的话 那你 好点 接这个好点 接这个的话 我这一讲了 还是可以加进去 这个地方 对 这俩又吃不着了 那只能接这个吧 那接哪个 你接这个可以度过 这个地方呢 黑旗的棺子很薄 难受 走哪都难受 这就是旗下的厚的好处 嗯 这个时候旗下的厚的好处 嗯 等到你比目的时候 发现旗下的厚了 没目了 哈哈哈哈 围棋就这么奥妙 对 所以它得掌握好分寸 嗯 它还是选择的接这个 那这以后这 白旗这个一路搬的棺子很难受 搬它就煎一个呗 啊 打都不敢打 只能煎啊 确实只能煎 没办法 嗯 现在那就抢那个了 这个是肯定最大的一个 这时候太 太诱惑人了 嗯 嗯 搜搜搜搜一下 搜一下 这是这是 打架了 也可能怕逆收了 万一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个逆收挺大的 这个连冲 都是先手 嗯 一时十六 十七亩 数到这儿十七亩 二十一二三四 这个棋现在 呃 估计 两位高手 九 应该知道圣子 对于现在的形式 应该是都有一个比较 清楚的判断了 给棋接触了 摆成一下 是 利用那个延时的时间 你再来想一下 因为这个全排这个最大的 对 如果没有生死关系的话 看不到另外更大的 对你要不走的话 人家这样一断 就可能把这个棺子给解决了 哦 你 你 你一吃 你一吃 你一提 不对吧 我缠进去呢 你缠进来它提掉 哦 你要恰了击我 你要现在这样一吃 你要这样恰吃 那我只能退一个 你只能退一个 这一样 和刚才那个木树是一样的 是 黑棋要有机会断掉就好了 嗯 但断完你一不也得走 一直都是后树 但是对 关键黑棋没有机会 脱不开手 哦 走哪了 继续再冲 这都是愉快的先手 关子 怎么办一路 以后再冲还是先手 不早这一扑 扑死 嗯 这也是当初这个白棋选择棄子 能够成立的一个原因吧 这里的空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嗯 刚才我们的鼠木是中间为10目 黑棋盘面相当 那也就是说 盘面相当 嗯 那也就是现在白棋呢 这已经就回来两幕了 这又刮走三四幕 嗯 那也就是现在黑棋盘面 大概好个五幕 那如果这一长再长出幕来 那黑棋就吃不消了 如果这有个逆手五幕 那就等于又盘面胜负了 嗯 我觉得主要就是 这个走完好像总觉得是 从感性上 虽然我这个木树判断可能 他感性上觉得好像 白棋心情好 对白棋应该不太容易呢 嗯 确实是 那既然长了肯定要爬了 要不然他就直接打吃了 对 现在怕你这夹是不成立的 你夹的可以圆 对对 你吃粘上气不够 嗯 嗯 一二 这应该有个逆手五幕 嗯 那就是说现在就将进成 进入这个 你现在如果搬的话 这个将来没加 你幸好没加 你再能加这个 黑棋真哭了 没加 也是没加 那以后就搬一下就算了 爬了 爬了 那黑棋还得搬住哟 嗯 那可能是以盘面胜负 黑棋先手收官的这种状态 他现在是不是这个最大 这个应该是黑棋的先手 黑棋大飞一个的先手 先手的官子 黑棋走掉这个了吗 黑棋搬住了 搬住也是先手 要不然这一夹 受不了 一夹你圆吃掉了 吃掉了 所以白棋应该会挤住 其实费了这么大的劲 白棋其实也没领先多少 不是 那天他们讲就说了 其实赢一盘棋很难 特别像现在的 赢一盘棋真的很难 对 现在就是没有白给的 谁都很难对付啊 特别是这个 等你分排名前十的 而且这个相对而言 因为赢一盘棋很难 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说 作为你的一线的职业棋手的话 这是你的一个宿命了 就在这个这一阶段里面 你要一去赢棋 对 即便是再高的水平 也逃不过这个要输棋的这个名义 对 那现在 尖了一个 尖是先手 这个我会顶住 那现在就这个变成焦点了 这个大僧腿肯定是 会把先手 可以棋的 走掉吧 但是这个因为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那个的话 生死关系的话 应该是棋 白棋 刚才我们的判断是 可能应该是盘面胜负该黑棋下 如果要 白棋应该说不出意外会要赢吧 嗯 对白棋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也可以再来数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没有点什么小变化 再数数黑棋的木 那小后来您看一下实战的进程 我再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 17木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6 27 28 29 30 35 45 46 47 48 49 551 52 53 54 这些大概是55木 多一点 3 13 14 15 16 26 26 27 28 29 30 3 13 14 23 34 35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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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4 14 14 44 54 55木 56木 果然是盘面相当 那我们刚才的判断没问题 盘面相当该黑棋一下 黑棋可能最后盘面能好个两木棋的样子 盘面胜负了这事情 那就是说白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因为这个东西你展不出高两地 还我还展一点 嗯 可能对于高手来讲 这样的局面可以称得上 嗯 白棋已经基本上是已经定了 对于高手来讲 10 这个应该会渡过了 渡过接下来能产生一路斑的棺子 他说不定逆收了我怀疑 这个中间有断头吗 走完逆收到中间 他总是总觉得什么地方薄一些吧 这个地方一飞一挤 对啊 他既然这么接我认为他会走 这个再被扳一下 这心情太不爽了 嗯对 这个白棋现在都需要注意自己的联络 这个地方如果要一飞 你这吃掉就像你接住的话万一 那就出问题了 3 如果要像是这样的话 你这一沾 这一挖 对啊 这就一只眼 是 所以说你这个接住的话 我可能那个展示不能要 而且走这样本身来说 这起就应该走这样的 对 这个很巧妙 嗯 如果你要叫吃的话 我可能会中间走一个 对 你叫吃不着 这没有这个字的时候 中间是断不开来起的 大胜腿 啊 这是黑棋的陷入转移 这个可以这样挡住 靠住 嗯 现在黑棋还有什么可以折腾的地方吗 就这地方看着有点稍微薄弱一点了 嗯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估计许佳阳也不会放弃的 因为这毕竟是决赛呀 对 而且 许佳阳没有在就是说 大的那个备赛里面 自己应该还没有拿过冠军吧 对 前不久他刚刚有个 拿了一个这个CCTV赛 也是会计赛的 亚军 啊 他输给了那个 再赛那个 对对对 所以他这次 他又有了一次冲击冠军的机会 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不愿意放弃的 而且这次的龙兴战士 原来的是中日龙兴对抗 就获得冠军的 而且这许佳阳是从 因为我们龙兴战士T級赛嘛 那个去年是科捷拿的冠军 战着天使 应该是地理人和就不知道 反正至少是战争的位置比较合适 这就高高嘛 就赢了一盘棋 成为科捷最喜欢的比赛 嗯 一个是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内的一个 骑胜战嘛 都是这个有T級赛 T級赛他就站的高位 像许佳阳这么下场很不容易 他一定是过五官战六将 对 就像我们的刚才说了 每盘棋都很难赢 好不容易站到了这位子上 嗯 作为九九后的 因为九八 应该有那个科捷 九八四节 对吧 四节 然后有那个杨鼎姓 顾子豪 谢尔豪 都拿了冠军了 然后九九的 应该我觉得 顾子豪也算是个九九的一个 至少等级风说明了一个问题 对 而且许佳阳他平时在对内的这个 训练赛成绩就非常好 嗯 我们那个大循环 他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谋 嗯 前年 前年去年吧 去年还是冠军 嗯 这也是非常说明他实力的这个 一个 证明吧 哦 他点了一个 哎 瞄着 都占点便宜 瞄着这条大龙做文章 这个白旗应该不会接 白旗接了这个 嗯 把这个最后的这个隐患消除 把你最后的期望 这个地方 白旗有先手一只眼 所以这个大龙还是比较安全 是 所以说这个许佳阳 我估计 上了一个 一定不会放弃的啊 他一定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寻找机会 嗯 而且现在 这个旗 因为该黑旗下嘛 嗯 所以说差距并不是那么大 当然是在我们眼里了 在高手眼里 哪怕是只有两幕旗的差距 也觉得这期就没有悬念了 这有个跨段 就是在AI的眼里 因为经常人家说 你百分之九十 为什么会被翻盘 在AI的眼里 百分之九十 比如也就一两幕 他是不会翻盘的 在高手的眼下 会计如果是不是定型的 也难说 经常有被翻盘的 不是有的时候 然后还会某些大家来解说 哎 为什么会被翻盘 嗯 对吧 对啊 我记得有一盘棋就是啊 这还是顾子豪做这个 呃 发生了一个故事 嗯 他那个跟联校 在骑声站 一盘棋 去年在那个白云山上 我们看着 您是见证者之一 是吧 那个局面 后来用AI测试 他停一手 是 他都有百分之八十几的 那个那个不太会被人所遗忘 但是 嗯 他停一手都有百分之八十几的胜率 那时候还该塌下 嗯 但是最后他输掉了 不是我们经常说 现在两个人下棋 有的时候三个人下棋 如果下双人下的话 可能是欢乐三打一 那个只有配合的下出来的 是的 是的 他下哪了 断了一个 打了一将 嗯 还在寻找机会 嗯 其实人家把这都补上哪 还有 没断点了 嗯 这两个断点也是一人一个 二十一 对 二三 他虽然这好像有个铺结 但是这个白棋 咚咚咚咚 全撞 全死了 全死了 打不起 嗯 刺了一个 他总是还要倒 那这个白棋应该刺这个 我觉得 他是还是在那里头 有点空 刚才我们中间没给黑棋点空 嗯 现在黑棋隐隐约有个五目棋 白棋估计 对 要不把这打掉 嗯 别的到时候来不及打了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个老城的下法 这个也是很很诱人啊 这个关子 现在还没活呢 这有个段 这有段 现在我就打完了什么地方补一个 对这是比较 比较老城的下法 还没下 嗯 这盘期下的真的是从一般的这种期一个半小时之内已经是很漫长了 对所以说央视给我们留的转播时间一般都是一个半小时啊 对对对 更多情况都是够用的 但是这盘期 已经一个小时41分09秒了 但是那个天眼围棋频道给我们留的时间是你下多少我一定要给你把这盘期给播了 这是这个对我们爱好者是对奇友们是很负责的 而且我们是实时的现在看到了这个情况 嗯 这个所以这个大脑袋就很讨厌啊 嗯 但是有人都问过说那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 包括一些那个投影什么 那能不能让这个大脑袋往后移一点 对啊 如果是战斗发生在这个大脑袋附近 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他们吓什么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会想念的一个人是那个现在已经淡出像奇界的邱宝宝 您说的是邱俊 对对对对对对 号称魔王的邱俊 对他脑袋不是挡半边cą 挡三分之一 他挡了三三分之二了快 嗯 这可能说明他脖子也比较长 恩 武益说明他很专心 恩 aos 跳一根 所以也成为这个就是啥 是台转播的最怕转播的对举者之一 你看许家丫在这蹦的蹦的也回了不少木 恩 所以说这个差距并不是那么的 那白旗比较安全 白旗都把他都记回了 但是白旗都已经下出这种 sectors 我估计现在应该点一个了 那他先防守完了 他是不是也要抢点木回来呢 对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下回来 觉得我赢多了 然后被人家不知不觉的追赶上去了 坏气很容易出现 点还是要 还是带有防这个的意味 同时还瞄着这个 没有 本身也得 如果这断了 这有个冲出来 这个都得防着点 还有这种 虽然说不太容易可能的结 但是也得防着点 因为现在白鞋是优势的一方 这点本身也是一部好关系 对 本身不说一冲就冲烂了 来接住 白鞋就接一个呗 安全 接着想会不会冲这个 冲这个也可以 仍然还是盘面胜负 这个鞋 战斗了一小时43分了 估计还将持续 哦 吃这个 这更安全 我读懂了 他的意思就是你 你再给我搬一下 对对对 就把它已经是 免得你待会立在这了 这又产生一个眼 嗯 然后再把这打掉 然后再一搬 他是不是可能用这个当结材 都说不定了 黑黑一点 干嘛还有打结啊 搬的话 哦 没有结了 对啊 有结啊 哦 你是提万打了 你不 黑棋现在落后啊 没 黑棋没有 冷无可能 哎 是这什么意思啊 他觉得便宜 这俩就很便宜 他觉得这两个 白棋提根 他充他便宜 他想来再充了 其实便宜嘛 但是对于你白棋眼味 确实杀上相更大一点 没什么大关系 本来这样子的时候 白棋这肯定有半个眼 他这样子通过这个交换之后 他想来可能这样吃完之后 白棋不一定有半个眼 但是白棋这都连着 算了 白棋赶快把这吃了 我们老是替人家 那个担心 只要你不替人家 黑棋赶赶 但是黑棋确实是 这个我估计胜招是这招 是的 这个确实也 阳强而去 没办法 这赢一盘棋不容易啊 你要没有下点好招 这个你很难赢下来 这个我一定要问问江卫杰 为什么剪那三三 实在难以理 对 这是一个谜 这个怎么着 你这个什么叫 嗜血狂能是吧 对 这个再那个地位 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这好像不怎么狂 这个机 果然事实的一般了 这个是好棋啊 如果黑棋打的话 它跟街比便宜两目棋 这其实来很 因为你走到这一 一时就等于这样的 插两目棋 所以这个还好 就可以学一下 利用打二还一 虽然它现在这个优势 也不在乎这一目棋 两目棋了 这心情就棋必须下出来 这就是职业棋手啊 得下出当前最好的下法 六七八 这个果然啊 它这个不管了 既然提了 它基本上要打上去了 不会吧 它要打上去 反正是略知一下谁怕谁 但是它劫财呢 你不是这有劫吗 爬一个 但是黑棋的劫 黑棋这是劫吗 这好像确实 这谁的劫财都不明 感觉应该 但是反正它也不够了 就打上去得了吧 我看它 打上去 我估计白棋不会走 白棋就削别的 对 难受的地方 就是你打上去的时候 人家也先不开截 对 人家先走别的 先把这个吃 等到截 它绝对有利的时候再开 如果你要不打截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要尖一个 但是如果尖一个的话 你再先手提一个 就没啥便宜 对 是 退出 都不走了 退出了 我吃完走完 你这冲先生 我这个跳不大吗 大呀 这个不仅仅是跳 你还可以 我搬起来是后者 因为这打仙手 那关子也 关子也不错 这个也很大呀 一个仙手四五目的样子 但是黑棋现在肯定是 黑棋无所谓 反正让你选被 黑棋怎么样折腾的变化多 他就怎么走 他先把这个引出来 就引出来 我觉得就把这吃了吧 安全 比较稳 这被冲一下提一下 对 吃掉是比较稳的 白棋现在有个五六目的优势 所以说 大可不必为你两目 那个拼命 没有啊 你就当着这没发生 这该怎么就走 想得开 形式好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让变化变更多 就像那时候我们那年代学期的时候 经常说的是小林光一 怎么把那个优势转换为顺势 优势转换为顺势 就是说你把那个棋盘越变越小 然后你就容易转换为顺势 那你就控制的就是不要有变化 那你何必去弄了更多变化 你本身你又搞不清楚 这一冰头转向一转换 然后一打结 然后一盘棋 就像那个固执号事件发生了 是 这也是一种减脂 减少变化 不是说一定不可以 但是就是说你本来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一路搬 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线索观 别忘了 对 别被人家搬走了 他打吃掉了 哎呀 总算把这个打吃掉了 是 比较安心了 看来他还是不肯咯 如果他高高兴兴呢 他就一秒钟就走了 他这个可能是担心冲完之后 这个产生一个断 所以他先把那个打吃掉 做一个也 你吃完了他断先手 他可能是怕这个 所以 那就还不见得要吃这个 那就简单的说 把它冲了接住 这个真是稳 吃掉了 吃掉了 那还是吃 那打了一将之后 你解读对了 你解读对了 打了一将看清楚了 把两个眼瞪瞪圆 如果说黑棋假认真的就这样来呢 黑棋是先手断 然后这个发挥这个当初走在这儿的这个威力 然后不要命了 什么也不要了 这样黑棋白棋的眼卫 白棋也是打截火 这个眼你破不掉 他这个是先手 你现在要破眼只能提 那白棋本身截可是无数楼 所谓其长一尺 无眼自活 对 而且而且我这通通通通通你这个 你还瞄着黑棋的大楼吗 这本身截就无数了 你看这同这一跳 这冲这冲那吃这吃 这黑棋倒是 我真的告你没活 你一点一冲 这一搬 这一接 这一靠 对 不怕 这肯定不怕 这有点天方夜谈了 然后黑棋走了 打住了 这个肯定都是 你看白棋里都不离一冲 这就是老道的想法 黑棋倒住 这里他干嘛 这个把最后的你这种都消灭在萌芽之中 这起 那他现在就 如果要稳健的话就接一个 这太稳了 接个大 这吃完了 他会不会先把这个接上 团了 真是团了 先看你一下 你要唬住 我就直接这样吃了 你这太惨了 你要接上的话 我再考虑接这个 那他先冲一下 冲一下不对 被打一 我可以打一下 对呀 你这个大龙 这个真是还没活呢 这个我觉得不堪忍受吧 这有点难受 这边接一下 你就唬不住有点难受 你唬不住 你接在这 是不是也有可能被吃掉 这个 接着也有可能被吃了 冲 不堪忍受 这只有冲 不堪忍受 你走在这真的有可能吃掉 你又不能断这 这一吃 是 这个一挖一点 我这全快死了 所以 但是你冲着 我吃这个呢 是这个 按你这判断的话 我只能不能说 你认输吧 这起估计要 这起估计要被吃吧 也就是找一个求头场的这个意思是吗 这肯定要吃啊 这不吃啊 白吃的 嗯 那得看他的心情了 哎呦 你看啊 这就是不吃 嗯 这是有什么东西吗 这是完全是求自保 因为他讨厌被你冲了 牵手断 他不会有这个 你走这个 他走这就有个 这冲了断 嗯 对啊 他就是担心这个呀 你别到最后的 这块的闹 收点气 人家现在是迎期不闹事 好好好 嗯 那那再下一会儿 这个 但是这个 无论是讲 黑气开心啊 黑气这个 能帮助了 牧鼠收益 还是不小的 嗯 但是白气 现在追求的是味道 跟黑气追求的 不是一个东西 他优势有点大 嗯 五六目的优势 到现在 确实很大 特别是 这还有个结呢 这个结啊 能有开 开上来 对 他全厚了 他给你打这结了 对 黑气走了哪个 别白气拐吃了 嗯 黑气走哪去了 这个 这个大脑袋 现在这个 把我们 那个 给挡住了 黑气会不会搬一路 那边也有个脑袋 搬一路 照此推理 是吧 就是走到搬一路 因为这是一路最大嘛 嗯 要不然这个 搬了搬了 果然搬了 你看 哦 果然是按照这个推理 但往后一退 我们看到了 这个扣吃也不小啊 这个也是先四 是最最起码的 然后我再把这接回来 是 新高采烈的 还没还没接 嗯 一二三四 四目半是 稳把稳的有 这个呢 我接完了 二三 这两个哪个大呢 挖一个跳进来 我怎么觉得 还是还是 还是那个大的样子 这两个在 博种之间吧 这个半跟中间 这个吃 十 他都拿了 现在 就打掉了 这几百年 不知道为什么打掉了 估计是打浆 对 对 对打浆 脑袋挡的 这个永远没什么意义 现在该白棋下 嗯 白棋下哪了 嗯 这个面对的大脑袋 确实是 很厚 白棋挡住了 白棋下的真叫厚 做一眼 黑棋提截 也不给你开截了 这下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眼了 这算是牢靠了 这些柯霞 这盘棋有多么的重要 连这都接回去了 真厚啊 这个 是不是江卫姐也在劝霞了 这个其实说实在的 你可能如果真是赢了的话 应该是说你的优势比较大 嗯 要不然这个 这个 他可能他起手一般习惯 下一步点一步 下一步点一步木 所以 这点 我觉得应该坚信 而且他优势确实比较大 因为五六木 对咱们棋友来讲不是事 但是对于高手来讲 就像你说的 这小林光一 老师来讲 两木就已经够了 嗯 其实来说 就像现在大家就普遍愿意 就是说职业的一线的都愿意 下白棋 你觉得下白棋 一拿到白棋 心里就 至少是安心了一些 先收入七步半 对 所以这个对于 一个是心里有这关系 一个确实是这个 一幕棋友关系 嗯 可能对于大家可能没有 但对于这个职业棋友 确实有一幕的关系 嗯 这还在不停的打结 拿一个 这棋 是不是快下了两小时了 一小时54分48秒 这个 已经估计是在龙兴战的历史上 有排名了吧 这个怀疑 对他们两个来都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了一半 就是那个原来呢 是中日龙兴战 嗯 今年开始呢 是中日韩龙兴战 哦 就是说含金量又增加了 对对对 怪不得两个人都是拼得这么猛 是在必得 而且第一盘有关气势 如果第一盘资黑的许佳阳能赢的话 那后面就觉得第二盘马上就觉得好下了 是 因为你三方吧 第二盘就白棋了 今天是黑棋 三 四 因为 因为爱眼里白棋的初始胜率是高的 接住 有57 先天就有优势 还在打一会儿 白棋是无优点 嗯 十 黑棋的劫财 还没提 这个还要老 让我等一会儿再提 白棋这一会儿是中间这个虎一虎 都是很愉快的劫财 没有 虎一虎就可以 我本来想着挖了能跳进去 哇太黑了 迎戏不闹事 确实是有这个手段 你甚至是这样 对 甚至我喜欢再挤这个 对 再挤这个 更黑的 这接打不影 好像那个 走到这 没走了 这个有点受此楼令 他就不下了 应该是 也就是说 没错 应该是许家阳 头子任父了 他们俩在说什么呢 哦 他们俩肯定说的 也是我们刚才这关键的地方 这个靠段 他应该怎么下 怎么抵挡 许家阳对实战的下法并不满意 那肯定不满意 这走完以后 好像这盘棋已经输定了 我觉得 从感性的认识 他是说靠完以后 也是说不能退 要吃掉这个字 但是他们没有觉得 在这个党在这 我们觉得很关键的地方 他们没有 没有来比划比划吗 可能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这是必然的 这是作战的那个 因为这走完很明显 这个好像你现在胆子 对吧 刚才我们一看见街主 这棋 我们觉得棋就好讲了 是这个棋 白棋非常好 是啊 这地方老留个节 让我们讲棋的 也是讲得很费劲啊 你看这还真没有在说 这个还有这个冲断 这可能是许家阳也不太满意的 这个地方确实是 这冲断帮百姓忙了 这番记得也是 最终还是姜维杰 直白的姜维杰 笑到最后了 但是你看啊 笑话了 你看好像许家阳也没有 很懊恼的样子啊 就是说他的那个 整个的状态是吧 还是蛮有一种大将的风范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来说很重要 这个我们对外展示的 是一种棋手的一个形象 竞技比赛是比赛 但是事后探讨是探讨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恢复平静的心态 两个人看不出来 至少你现在这么看 如果我们没有呢 我看不出来他们谁输谁 是啊 姜维杰也没有喜新一色 非常的好 虽然这盘棋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 对于姜维杰来说 他四格 如果说是那个的话 他四格七年 如果能够拿一个冠军的话 对于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 因为我自己也是棋手嘛 成长起来的话 他会有增加一个更强烈的一种信心 然后让他的运动寿命有那个 我觉得很重要 对于那个许家阳也可能要需要那么一个冠军 让他来在那个99后00后 因为其实每一个都是在追赶之中 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禁忌为期的一个残酷性吧 所以这盘棋双方从快棋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 内容差不多就到这了 你看怎么样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